随着东方不败离开后,此时的桑三娘心中也是微松。 紧接着,看着此时虽然站起来却神色慌乱的曲阳,桑三娘也是轻叹了一声。 抬脚上前几步,走到曲阳身边后,桑三娘在曲阳的肩膀上拍了拍道, 我说老屈,你这又是何必? 明知道神教的规矩,偏偏还要退出,现在好了,确实将你那孙女给搭进去了。 听着桑三娘的安慰,曲阳一只手抓住桑三娘的肩膀道, 桑三娘,飞烟为何会在教主这边? 此前,你为何未提及过此事? 面对曲阳所问,桑三娘则是苦笑道, 别问我,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原来每天出门买菜的那个是你的孙女, 毕竟,教主身边的事情,谁敢多问? 文言,曲阳也是无力地放下手, 脸上却是不禁多了几分悔意。 片刻后,曲阳看向桑三娘道, 你说,我若是现在跟教主说我不退出神教了, 教主会不会放过非烟那丫头? 桑三娘连忙道,我劝你别做傻事, 教主的性格你还不清楚吗? 一旦做了决定便不会更改, 你若是这样做了,一旦教主不满, 别说是你,可能你那孙女也别想活过今晚, 你也不想你孙女这么小就死了吧。 将桑三娘所说收入耳中, 曲阳也是无力地放下抓着桑三娘的手, 心中满是后悔之色。 看着曲阳这一个样子, 桑三娘也是叹了口气, 没有问这院子里面那两个丫头, 哪一个才是曲阳的孙女的问题? 而是再次拍了拍曲阳的肩膀道, 想开点吧? 而且你那孙女年纪还小, 你想归隐山林, 你那孙女或许不想呢? 年轻人, 有几个耐得住性子的? 只是, 对于桑三娘的安稳, 曲阳却是半点被安慰到的感觉都没有。 东方不败什么人这些年曲阳心中清楚, 都说半君如半虎。 这句话, 用在东方不败的身上也毫不为过。 曲飞烟虽然聪明, 可到底年轻, 把握不住。 跟在东方不败手底下, 万一哪天惹怒了东方不败, 便是杀身之祸啊。 也是在曲阳心中满是后悔时, 一颗脑袋也是在巷口叹了出来。 当看着此时在巷子里面的曲阳时, 曲飞烟面色一喜。 爷爷! 声音出口间, 曲飞烟也是运转轻功, 进入到了小巷之中。 而看着进入小巷里面的曲飞烟, 桑三娘眼中先是闪过一抹恍然, 随后拍了拍曲阳的肩膀道, 你好好, 和你孙女说吧。 说完, 桑三娘对着曲飞烟点了点头, 示意后便向着巷子外面走去。 待到桑三娘离开后, 此时的曲飞烟蹦到曲阳的面前, 拉着曲阳的胳膊道, 爷爷, 你怎么会忽然来找我? 收到我给你留的消息了? 曲阳先是愣了一下, 可随后立刻意识到曲飞烟说的是什么意思。 毕竟这些年曲飞烟怎么过的, 曲阳也是清楚。 所以, 曲飞烟每次出门去其他地方藏身时, 也是会以独特的方式给曲阳留下讯息, 方便曲阳每次办完事后能找到自己。 对此, 曲阳回想着面前这孙女过的生活, 曲阳不禁对曲飞烟心中充满了愧疚。 这些年委屈你了呀, 都是爷爷没本事, 让你连安稳的日子都过不了。 看着曲阳这一副愧疚的样子, 曲飞烟拍了拍曲阳微笑道, 没事, 现在这样的生活挺好的。 说话间, 想到最近这一个月的生活, 曲阳脸上的笑容不禁更加浓郁几分。 不过, 下一秒, 曲飞烟确实忽然皱了皱眉, 随后说道, 爷爷, 你之前不是和恒山派那位刘正峰刘伯伯兴趣相投吗? 要不你还是找他每天抚琴饮酒, 也不用在日月神教之中继续待着了。 在曲飞烟看来, 自己在楚清河这院中每日悠闲舒服, 但曲阳到底还是在外面打声打死, 招不保息得太过于危险了。 等曲阳离开后, 自己给东方不败说一声就行。 曲飞烟觉得, 以现在自己和东方不败的关系, 加上楚清河这边的面子, 东方不败应该也不会太过于为难自己, 最多就是小责罚罢了。 听着曲飞烟这话, 曲阳苦着脸道, 可爷爷走了, 你可怎么办啊? 教主身边岂是这么好待的? 曲飞烟开口道, 没事, 现在这样挺好的, 东方姐姐对我也不错。 曲阳说道, 那只是现在, 万一以后你触怒到教主了呢? 想了想这段时间在楚清河院中和东方不败相处的感觉, 曲飞烟说道, 放心吧, 应该不会的。 看着面前如此懂事的曲飞烟, 曲阳心中愧疚和悲伤确实欲加浓郁了几分。 想到曲飞烟已经死去的父母, 在看面前的曲飞烟深深吸了口气后, 曲阳眼神之中漠然多出了几分坚定。 随后开口道, 好, 爷爷听飞烟的, 晚上爷爷再来找你, 然后再去找你的刘伯伯。 要知道, 在刚刚出来的时候, 曲飞烟可是在厨房里面忙活, 此刻也是惦记着锅里面烧着的菜。 此刻面对曲阳所言, 明显也没有听出曲阳话中的真意。 因此, 听着曲阳晚上再来找自己, 曲飞烟也没多想, 而是点头道, 也好, 现在公子不在家, 等公子同意后, 飞烟给爷爷拿点好东西。 说完, 曲飞烟对着曲阳摆了摆手后, 便快速地转身。 看着曲飞烟离开的身影, 曲阳也是快走几步 到了巷口。 等看着曲飞烟进入到一家宅子里面后, 这才是收回了视线, 然后脸上流露出思索的神情。 临近正午, 此时的楚清禾 在从药材铺里面出来之后, 才是慢悠悠地 向着院子里面走去。 也是在楚清禾步伐 略显轻快地 朝着家中走去时, 当走到城南与城西的交界处时, 楚清禾的视线 却是忽然扫向街道末尾的位置。 视线之中, 几名身着白色长裙, 且脸上都是蒙着面纱的女子, 带着一名捕快 从一家宅子之中走了出来。 看着这几人, 楚清禾的脑中 瞬间想到昨日曲飞烟所说的 那几名神水工的弟子。 还在找吗? 心中嘀咕一声后, 楚清禾便收回视线 继继续向着家中行去。 像是楚清禾这样气质 以及相貌的, 不管是走到哪里, 自然都是不免吸引一些目光。 因此, 在行走间, 不远处那几名神水工的弟子 也同样是察觉到 周围行人目光的偏差 随后顺着这些人, 看向的方向看去。 当看着此时俊美无双, 且气质温和的楚清禾时, 这几名神水工的弟子 皆是神情一致。 目光竟是不自觉地呆至尖, 一时间忘记了 从楚清禾身上挪开。 然而, 就在这时, 在这几名神水工弟子 身旁的捕快忽然开口道, 对了, 前段时间前我衙门里的捕快 也是在巡逻的时候, 看见了城中 一名俊美的男子 带着一个俏丽丫鬟, 这城里面最好看的, 据说就是住在城中的 那个楚清禾, 那位公子生得这般好看, 难道就是那个楚清禾? 听着身旁捕快这话, 站在最前面 明显像是领队的神水工弟子 快速转过头看向捕快道, 那你可知刚刚那位公子 住在什么地方? 捕快思索了一下后, 开口道, 就住在昨日爬墙的 那个丫鬟家中。 领队的神水工弟子 眼中带着思索道, 昨日那个小妹妹吗? 文言, 一名神水工弟子忽然斜眼瞥着 这捕快冷声道, 这件事情为何昨日你未曾说? 被这神水工弟子瞪着, 捕快不由脖子一缩, 语气弱弱道, 时间隔得有些久了, 都是半个多月前的事情, 若不是看到那位公子, 小的也想不起来啊。 不等这神水工弟子在说什么, 领队的神水工弟子说道, 这两日, 我们几乎将这雨水城里面 所有的地方都查了一遍, 唯有昨日那小妹妹的家中 没有进去过, 现在看来, 当日拿着那甜薄光尸体 去衙门的小姑娘, 可能就在那位公子的家中。 那捕快说道, 当日那漂亮的姑娘 不像是这城中的人, 说不定领完赏金后 就离开雨水城了。 话语刚落, 此前则被捕快的神水工弟子 冷眼再次扫向这名捕快。 见此, 领队的神水工弟子 冷冷地瞥了一眼 身旁的捕快后声音冷漠道, 先去看看吧。 说完, 这神水工弟子试意了一下后, 找而快步向着远处楚清河 行走的方向走去。 十几息后, 听着身后那略显凌乱的脚步声, 向着家中走去的楚清河 眉头轻挑, 但却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过, 就在楚清河继续向前走了十几步时, 一道声音也是从身后响了起来。 这位公子请留步。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楚清河心中叹了口气。 得, 早知道王婆摊子买块豆腐脑吃了, 再回来了。 付匪了一句后, 楚清河停下脚步, 缓缓地装过神。 当面向这几名神水工弟子时, 脸上的表情瞬间多出了温和的笑容。 在楚清河转身之时, 之前那几名神水工的弟子也是走到了楚清河的跟前。 近距离地看着楚清河, 几名神水工的弟子更觉楚清河的精美。 尤其是此刻配着楚清河嘴角擒着的笑容, 更是给人春风拂面的感觉, 让人不禁有着眼前一亮的感觉, 一时间内竟然是忘记了开口。 目光放在这几名神水工的弟子身上, 楚清河轻声道, 几位姑娘可是有事。 温和且带着几分磁性声音入耳, 使得神水工这几名弟子更是眼眸青闪。 领队的那名神水工开口道, 公子有礼。 说话间, 领队的这名神水工的弟子声音也是柔柔的, 全然没有了之前面对那不快的冰冷。 将这领队的神水工弟子音调 以及其他几名神水工弟子 看向楚清河时这眼睛扑扇扑扇的样子, 看在眼里, 陪着这些姑奶奶跑了两天的不快一个白眼 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这该死的看脸的世界, 真叹娘的操蛋。 随后, 不快看向楚清河那俊美的面容, 心中也是泛起了酸意。 总感觉当时女娲娘娘造人时, 多少也是带着几分私心。 这边, 在对楚清河礼貌地说了一句后, 领队的神水工弟子将一幅画像打开说道, 敢问公子, 家中是否有位好看的丫鬟? 闻言, 楚清河瞥了一眼这几名神水工弟子身旁的不快后点头道, 不错。 听着楚清河的话, 领队的神水工弟子面纱下的不禁露出了笑容, 心中更是忍不住浮现出一个念头。 好诚实的男人, 若是一旁不快知道, 此时这领队的神水工弟子心中所想, 怕是不免再次翻一次白眼。 随后, 领队的神水工弟子道, 公子的侍女几日前抓着一名彩花贼前往官府领取了赏金, 不过这名彩花贼此前再在下师门中盗取了一件物品, 劳烦公子带路让我们见一见公子的那位侍女询问一下。 听着这神水工弟子所言, 楚清河心中有喝一声, 还真是偷了神水工的东西。 不过, 在确定了这神水工弟子的目的后, 楚清河点了点头道, 既然如此, 几位姑娘随在下来便是。 一边说, 楚清河还顺带对着几人微笑了一下。 领队的神水工弟子文言轻轻点头道, 劳烦公子了。 楚清河说道, 客气, 几位姑娘请。 一边说, 楚清河一边轻甩衣袖后, 在前面带路。 几名神水工弟子见此, 也是连忙跟上。 行走间, 几人的视线也是时不时悄悄地撇着楚清河。 看着那封神俊逸且又气度不凡的楚清河, 不知道时不时错觉, 这几名神水工的弟子, 莫名觉得此时的空气都像是香甜了几分。 行走间, 几名神水工弟子确实都忘了自己身后还有着一个捕快。 眼看楚清河那几名神水工的弟子已经走远, 从开始就停在原地的捕快忍不住低骂了一声一帮子看脸的家伙, 还顶及势力, 也不伺候了。 说完, 这捕快也是窝气地转身离开。 毕竟半个差, 无形中还得被侮辱一遍, 谁都有火。 随后, 在楚清河的带路下, 几人也是到了楚清河所在的家门口。 而当楚清河才走到门口后, 在几名神水工弟子的注视下, 楚清河抬手敲了敲门我回来了, 开门。 随着声音传入院中, 原本正在修炼的东方不败, 以及腰月君是睁开了眼睛眉头清皱。 厨房里面的小招看向一旁正在切菜地取飞烟道, 飞烟你刚刚回来的时候, 锁门了吗? 去飞烟愕然道, 没有啊, 公子都没回来, 我锁什么门? 小招不解道, 那为何公子敲门不直接进来? 去飞烟思索了一下后, 嘀咕道, 不对劲, 以公子的清宫, 就算没开门, 直接用清宫也跃进来了, 难道是遇见了什么事情? 说完, 去飞烟连忙放下菜刀, 从厨房里面冲了出来。 反观院中, 此时的腰月, 以及东方不败在听完厨房里面的对话后, 也是相继轻轻挑眉, 各自停下了, 真气地运转。 在去飞烟进入到院子后, 东方不败第一时间开口道, 去开门, 应该是遇见事情了。 一边说, 东方不败一边走向石凳, 腰月见此, 也是身形一闪坐在了石凳之上。 几夕后, 随着去飞烟走到前院的门口, 看着此时门上并没有扣上的门栓, 小丫头也是确定了事情的不对劲。 随着房门打开, 当看着此时门外楚清禾, 以及站着的几名神水公弟子时, 去飞烟心中呕呼一声, 哪里不明白情况。 再一次看到去飞烟, 领队的神水公弟子轻轻点了点头道, 小妹妹, 又见面了。 闻言, 去飞烟连忙甜甜地笑了笑几位姐姐好啊。 说话时, 去飞烟也是看向楚清禾。 面对去飞烟, 这带着几分征询的眼神, 楚清禾轻轻地闭了一下眼睛, 轻弧度地摆动了一下头。 见此, 去飞烟也是压下动手的想法, 然后测开身子让楚清禾挤人进来。 等到几名神水公弟子跟着楚清禾进入到院子里面后, 去飞烟才是关上门, 然后将门栓扣上, 顺便还尝试了一下扣没扣紧。 而当楚清禾带着几人进入到这院中时, 看着此前出去截染一人, 返回时却多了几个女人的楚清禾, 东方不败以及腰月两女军士眉头轻挑, 但转瞬后便收回了视线。 同样, 此刻进入到内院的几名神水公弟子, 也是同样看见了树下坐着的东方不败以及腰月。 在目光落于两女身上时, 这几名神水公的弟子虽然都是女儿身, 但依旧是有种被两女的美貌给惊艳到了的感觉。 介入到内院之中后, 楚清禾对着厨房轻喊了一声, 小招! 听到声音, 小招快步从厨房里面走了出来。 在小招的疑惑中, 楚清禾指了指一旁的神水公弟子道, 这几位姑娘有事问你, 你配合一下。 看着远处那相貌标志, 且明显带着几分抑郁之美帝小招, 领队的神水公弟子开口道, 赵不快, 是这位姑娘吗? 只是, 在声音出口, 隔了几夕的时间都没有听到回应。 对此, 领队的神水公弟子 皱眉转过头看了一下, 可这环扫了一圈, 都未能看见之前那名捕快的身影。 那么大的一个人, 怎么忽然就没了?